孙桂英 65周岁 退休金1800元 大家你看这么好看 配着你的衣服 行啊 行 跳完舞了心情非常好 心情好是不是 你现在是不是晚年觉得每天挺开心的呀 对 感觉到现在就是进入了自己晚年幸福阶段 没有啥负担也是 啥负担都没有 孙大姐热情开朗 爱说爱笑 爱唱爱跳 能明显感觉到 她的生活过得是充实又知足 但孙大姐跟红娘说呀 这都是儿子成家立业后 她才开始享福的 过去的日子对她来说有多煎熬 旁人恐怕很难体会 你有多少年了 二十来年了吧 我就对几年不苦 之前也总一直没放下呀 不是没放下 觉得自己命不好 你不要这么想啊 她虽说现在离婚率高 但是人家为啥没碰上 我为啥能碰上 孙大姐说她和前夫经人介绍在1975年结婚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 她就开始频繁遭遇家暴 她就是暴走 就是愿意动手 往往都是三句话两句话 她就开始动手了 她就这种成功 有一次呢 还是我们家孩子上初中的时候 孩子上晚自习 就是脸儿就是说的 犯点什么口舌 也是用孩子学习啥的 犯点就说了那么几句 她是在外边进来 我在前面走 在背后一把给我脖子 我就抱住了 搂住脖子就给我放到了 她看我舌头都浪腾出来了 完了之后她放开 后来我这脖子 多少天都没敢说话 丈夫的暴躁 让孙大姐苦不堪言 她时常都会觉得 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孩子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就离婚了 但是孩子上高中这三年 我们也那时也在一起生活了 后来 孙大姐说 丈夫没有什么 值得她留恋的 但她实在不忍心 留给正直青春期的儿子 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于是为了孩子 她和丈夫商量离婚不离家 直到儿子考上大学 但丈夫并没有遵守承诺 她经常躲出去不回家 怕孩子起疑心 孙大姐只好一次又一次地 去婆家接她 最后这一次 真是给她结婚了 回来一直不高兴 饭也不吃 完了在家住了一宿 第二天急急忙忙就走了 住这一宿 那就是说的 住宾馆还得脱件衣服呢 那就是脱一双鞋 糊涂事打糊涂事 给被鬼溜员的 住了一宿 第二天急急忙忙就走了 这回就消失了 那是连接不上的吗 就是消失的意思 消失了 再一直就连接不上了 从那以后 孙大姐只好一个人 带儿子靠卖鞋维持生计 在生活上 她尽全力给儿子最好的 以弥补对儿子的亏欠 但对自己 她却省之俭用到了极致 那说的醋对我来说 都是摄制品 不用说肉 油我都舍不得买 还回来我一起再买油 那你去啥呀 一般的都是米饭 完了菜就是放点咸菜 放点酱 完了洗根黄瓜 往里放一半 那一半留晚上在家吃 有一次孩子回来之后 先翻点碗厨 一看啥都没有就是眼 还有时到现在 为啥孩子说得这么孝顺 有时她跟媳妇就说 她媳妇那时候 妈跟我上学可不容易